娱乐中心黄一亭报道佩莉透露儿子的宝可梦遭窃 图翻设自YouTube佩莉一家PiriFamily原生家庭的教育对人发展影响相当大 网红佩莉近日就在影片中表 儿子将心爱的宝可梦卡带到学校 不料却遭到学妾走 不知该如何是好的儿子回家时忍不住 类向佩莉说明 并要拜托他不要告诉爸爸 佩莉大访分享后续的处理方式 教育观念被网友推 YouTuber佩莉经常跟大家分享一家人在美国生活的近 前几天她在影片透露儿子小桃德晚上洗澡时 不住向他扑诉 他将心爱的五张宝可梦卡带到学 不料却被同学偷走 佩莉表示 儿子平时就会寸不离地将珍藏的宝可梦卡带在身边 也坦言过 就曾告诫小桃德不要将贵重的物品带学校 因如此 儿子担心遭到爸爸责骂 所以拜托佩莉不告诉爸爸 佩莉当下先安抚儿子让他上床睡觉 承诺隔天会一起去学校找那位同学 索性隔天顺利地找到对方 而同学也表示会归还 原以为 情落幕 想不到自从收回宝可梦卡过后 连续二三天 子发现自己的书包都会被偷翻 佩莉和老公俩也决定要严肃地看待这件事 不能再放任同学 行为私下解决 某天夫妻俩一同到学校的办公 透过老师去联系对方的家长 让孩子明白这事物的行为 最终事情才安然结束 佩莉透露 再而书包被翻的第二天时 她也忍不住在私底下找童跟家长 告知他们小桃的书包被翻的情况 想不家长当下直接否认是自己孩子做的 让他纳闷 又没有问你小孩 你怎么会知道 佩莉认为努力 孩子尝试 能让儿子明白家人在乎他 图翻设字YouTube 立一家PiriFamily 她表示 每个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了不该做的事 但如果有的话 是不是该矫正这行为 而不是马上反驳 在处理过程中 她也体会 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只是几张卡片 但她认为 只是出自信任而决定将死事告诉她 她也愿意立的去帮孩子尝试沟通 透过此事能让儿子明 爸妈是在乎她感受的 也让孩子更勇于争取字的权益 影片一出引来大量网友留言认同家长 念正向才能适时帮助小朋友 而不是小朋友单 被骂不敢说 反而失去学习解决问题的机会 好 欢迎处理这件事的态度跟做法 根本不是问题 小语大 而是问题背后隐藏的教育问题 孩子从 的教育真的很重要 要从小认清什么是对的时 是错的 也很在乎小孩子的感受 这种正确的教官真的很好 佩莉分享儿子在学校发生的故事 片来自YouTube佩莉一家PiriFamily频道 若遭遗除请见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